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 一直被很多人推崇 日本稳定社会体系 敬业的工匠精神 发达的科技 完善的社会制度 以及环保等 日本的口碑一直名列前茅 尤其是日本人的性格 尊重强者的基因 这一直是被大家称赞的 到底是什么 让日本人有了尊重强者 这个优良品质的 我觉得其根源是日本人的奴性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 日本是个长期有君主的国家 即使在战国或者幕府年代 日本的君主都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在日本人眼里 天皇是至尊无上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君主 有这种地位 这种服从不是被强迫的 是心理上的认可 对比英国对王室的态度 日本人对待王室的态度 是天壤之别 既然有了君主 就会出现平民 作为平民心理上 已经认为低了一等 这点在日本文化中 是根深蒂固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 平民作为下等阶级 甚至可以被贵族随意屠杀 所以所谓尊重强者 不如说是顺从 而尊重强者 其实是对奴性的美化 日本的文化中 甚至不习惯去平等地对待他们 这也就是为什么 日本小电影中 有大量的奴隶强暴 等重口味情节 日本人在心理上 喜欢奴隶和被奴隶 他们试图去奴役弱者 同时也甘愿被强者奴役 出现这个局面 不是证明日本人有劣根 这只能说明 日本在传统文化上有顽疾 历史上 中日之间分分合合 从圣唐亲密关系 到明末的朝鲜战争 从甲午战争 到近代的抗日战争 中日关系好坏 几乎是各占一半 尤其是在中国比较雷弱的时候 日本这个禁令 总是对中国出手 试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庄园 将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 日本人敢于挑战强者吗 当然 明末朝鲜战争就是个例子 日本用截止到当时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和中朝一战 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惨败 直到二百多年之后 日本人才敢于再次进攻中国 日俄的旅顺争夺战 让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以至于让它冲昏了头脑 在几十年后 与苏联之间发生诺门罕战役 最后以惨败告终 让日本不得不把 在中国东北长期的 驻扎一百多万精锐部队 最终两个月内全军覆没 日本人也挑战过美国 偷袭珍珠港也让日本人狂热 以为自己在亚太地区是无敌 结局是最终挨了两个核弹 从上面的历史事实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信息 对日本来说 只有强和弱 如果想长期友好的保持两国关系 几乎是不可能 日本的邻居变弱的时候 日本就可能过来侵略 他如果被打疼了 记住了就会很顺从 直到他觉得你不再强大的时候 这就像奴隶社会的奴隶一样 奴隶在主人鞭子天天抽打下 会非常顺从 一旦主人以平等的态度 去对待奴隶 奴隶会认为主人软弱 就会试图挑战主人的权威 反过来做主人 这种挑战失败后 立刻又会变成更加千功的奴隶 从骨子里 他们接受不了平等 认为不是被奴隶就是做奴隶 所谓的尊重强者 实际上是惧怕和顺从 日本这种奴性文化 对于当今世界是非常落伍的 或者说是应该被抛弃的 而且很多人津津乐道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相信不少称赞者者 在心里上也有这种奴性 录音 是 对我喜歡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